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刚刚结束没多久的东京场合会 女子200米自由泳S5级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张力 张力1998年出生于陕西社 张力出生时就被查出患有先进性脑袋 这也导致长大后 她腰部以下心度不变 只能依靠容易生活 但是非常乐观的张力并不认命 张力也非常努力 试图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正是游泳让张力重新找到了 人生的希望和自信 张力曾获得里约常温会 女子200米自由泳 S5级金牌等等 本次也是张力的未免之战 今天张力处在第六泳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张力的最大机会对手 就是处在第四泳道来自英国的塔利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 张力在预赛的时候 只游出了两分59秒24的成绩 以小组第四的身份晋级决赛 比赛开始后 张力出发反应达到了0.69秒 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而塔利出发就会稍微逊色一些 处在落后的位置 不过出发后 塔利很快就开始展现 他强劲的石头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张力也在身后奋力直追 开头塔利游得还是非常快的 不过张力似乎并不着急 开始采用跟随战术 当然比赛这样100米的时候 塔利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张力处在第二的位置 这个时候张力有落后塔利2.19秒之多 但是张力依旧还是不慌不忙 继续在身后紧跟着 张力也一度被塔利甩开了2米远的距离 150米结束的时候 这个时候张力依旧还是落后塔利2.19秒 比赛进入最后50米的充斥阶段 这个时候只见张力终于开始爆发 开始展现了超强 合成加速能力 开始奋力驱赶前面的塔利 只见张力渐渐在缩小和塔利之间的差距 反而是塔利的体能 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 只见张力渐渐聚了上来 只见张力在最后时刻实现了逆转 最终张力以2分46秒53的成绩逆转夺光 而塔利以2分46秒65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12秒 张力也实现了对该项目的成功位面 下面预赛的成绩 张力这个夺光的成绩又提升了近13秒之多 从前150米还落后2米的距离 再到最后50米的强势爆发 以0.12秒绝杀夺光 而张力这枚宝贵的金牌 也是本届常偶会中国队夺得的第五金 也是中国游泳队夺得的第一金 只能说张力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体育赛事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